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是这个西方媒体甚少报导的 因为西方媒体经常报导有反右的事件 西方的很多领导人更加 和一些议员 不是很多议员只是强调反右事件 但是他们就没有讲这个恐医症 在恐医症之前 东盟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都曾经说过 就说不要有恐医症 原来联合国也是发了官方的一个新闻稿 原来联合国呼吁共同行动 是打击不断高涨的恐医症 即是伊斯兰恐惧症 是全称的 因为日前 打击伊斯兰恐惧症日 联合国高级官员 对 日益高涨的反穆斯林浪潮 予以谴责 当然 反穆斯林是不对 反右也是不对 对不对 但是 你知道其实是穆斯林的弱势 在西方的舆论当中 新疆肯定很关注 因为跟中国对着干 但是 这个 加沙的 他们 报得很轻 不是我说的 是这个巴勒斯坦人说 这个巴勒斯坦人说 当然 现在 联合国就呼吁 是不能再次有这些反穆斯林的浪潮 不过很难 要大家一起努力 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 呼吁采取 协调一致的行动打击 对 穆斯林的一些动手事件 这一项是由巴基斯坦提出来的新决议 案就是以110票 贊成 零票反对44票欺权 44票欺权 就获得通过 决议同时也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为打击孔伊正 的工作任命一名特使 但是 对表决 进行前 有多个 欧美国家提出了两份修正案都没有通过 修正案 主要提出来就是 要 替换决议当中一些关键的措施 包括 赋予任命一名 协调人 而不是特使 亦是 删除 洩读 古兰经的提法 即是洩读古兰经 他们觉得 应该删除了 不可以说是 孔伊正的一种 我们之前说过去年在北欧就有很多是 BBQ这个古兰经的事件 西方当然有些国家做得是 说这个没问题 议论自由 我觉得绝对有问题 这个不是议论自由 之前联合国大会 亦在2022年3月 一致 通过决议 呼吁开展全球对话 以促进包容和平 尊重人权 宗教多样性 并且在每年3月15号 就定义为打击伊斯兰 恐惧 国际日 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当然 西方为什么不肯 其实很多国家就投棄权票 你们在新疆议题上就说要 协助穆斯兰 帮助穆斯林的弱势 为什么你投棄权票 因为 担心得罪以色列 所以你看到 合他们的一些 agenda 肯定是死撑 局撑 狗撑 但是 只要跟他们的阵营不同 他们就棄权 甚至反对 反对就没有 因为他们都担心被人谴责 所以棄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亦在国际日当日就说 分裂性的言论 和对事实的歪曲 令穆斯林社区 遭受到污名化 他也强调所有人 必须团结起来 打击 是不容忍和承建 还有偏见的行为 他同时也说 网上的仇恨言论 现在助长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件 当然这些事件是动手事件 所以数码平台必须对仇恨内容进行审核 并且保护用户免受骚扰 古特雷斯也强调 制度性歧视 和其他障碍 现在侵害了穆斯林的人权 和尊严 而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 是向 宗教团体和弱势社群的一种攻势 而且这种攻势 好像越来越广泛 受到攻势的群体也包括 他也说了其他也包括 犹太人 和基督教的少数群体和其他人 他说了这些都是公道的 为此他就呼吁 我们必须正视并且跟随一些隐形的偏见 令人必须显摘煽动性的言论 捍卫宗教自由 他也呼吁 各方要共同致力于促进 互相尊重和理解 增强社会凝聚力 为 所有人建设和平 公正和包容的社会 当日联合国人权高专 第二刻也在日内瓦 参加了纪念 第二个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的活动 他也明确表示所有形式的宗教仇恨 和不容忍都是不可被接受的 他也说我们今天要 传递的信息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逼 我们早前应恢复和平 宽容和尊重 这位元联合国人权高专 也说 好像大家看到 西方舆论和 整客看不到 而且 有些是合理的示威 他们说 有言论自由 合理示威没有动手可以出来 你记住在英国他们也打算打击了这个撑巴的示威 你记住是撑巴勒斯坦人 不是撑哈马斯 这要分清楚 哈马斯也不代表全部巴勒斯坦人 第二刻也说 现在资深了对他们仇恨和无知仲的不信任 而伊斯兰恐惧症已经令很多人离世 他们也强调这个现象 令整片社区受到非人性对待 并且会 引发潮水般的仇恨言论 这些言论还会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 他也引述了多份报告 在当前的中东冲突背景之下 伊斯兰恐惧症事件 大幅增加 尤其是北美和欧洲 这些 你看回北美和欧洲的领导人 他只是 强调是反友 他从来都不会说是恐惧症 这个就是不公道 这些国家 相关事件是增加了600% 联合国人权高专亦都说每个国家都必须记录这类事件 并且利用现有的工具加大努力 就希望 大家不可再对宗教和信仰 不容忍 应该多些包容 这些工具包括 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制定的反歧视立法 而发布的指南 联合国人权高专亦都说 信仰 掃养亦都自关重要 因为这个是代表了每一种宗教和信仰的价值观 的了解和 领会 他也敦促过国家 作为打击 宗教仇恨 结合培训措施 当然 也要面向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信仰行为者 还有教师和媒体 专业人士媒体 当然是 合适的就大量报 不合适的就不报 甚至抹黑你 多名联合国 独立人权专家也发布了一份共同声明提出了一系列的关切 并且强调各国家和信仰 行为者必须承担 人权的责任 按照 拉巴特行动计划和联合国 信仰促进 权利框架的要求 介入 在打击 侵权行为的工作当中才行 同时也利用信仰促进权利工具 包括 鼓励对宗教多养性的尊重和包容 这些专家也在世界各地 目睹了对于 一些 文化中心学校 甚至穆斯林私人财产的 这个是 攻势 你是不是指印度 印度就是这样 对清真寺当然 印度也拆了一些 具有历史价值的清真寺 他们也说 在这个神圣的齋穴期间 虽然 加沙的机外现象和严重营养不良的 迹象仍然普遍存在 但是以色列 继续阻撓向加沙 以穆斯林为主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和量式构制 对此感到震惊的 这个联合国 听不听到西方的媒体 和西方的领导人 你有没有看到 当然他们说我们要继续加大 但是你始终还要给以色列 对吗 喂 你们说的 在新疆议题上 只要涉及中国 你就不断地坐 新疆 对穆斯林 难道加沙那些不是大多数是穆斯林吗 当然这些当然是他们的 agenda 同时 联合国人权高专 亦对进入耶路撒冷 阿克撒清真寺的 不适当限制 以及加沙 大量礼拜场所被破坏 严重关注 当然专家亦强调 任何人 都不应该因为 拥有或者表现出自己宗教和信仰 而遭到恐惧 所有国家都必须 保证每个人 感到安全 并且对人权实施平等的保护 令人人都可以从中受益才对 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其实 就是 人权理事会 任命的 独立人权专家 负责是 处理特定国家情况和世界各地的 专题问题 他们不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而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组织 他们是以个人身份服务 不在联合国 领取工资 当然也希望有 公平公正公开 另外说回另一件事就是 关于 在中东的冲突 原来 这个伊拉克民兵 武装组织 叫做 是什么 抵抗组织 发表了声明 说他们 昨天凌晨 就对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动了无人机攻势 当然以色列暂时没有回应 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应 应该也会的 我相信这些攻势是不会停的 因为现在 只要一天 以色列仍是向 加沙 现在他更加一意孤行 他刚刚也宣布拉法的 军事行动 肯定推进 一意孤行之下会有反弹呢 我相信是会有的 不单止向以色列是有的反弹 更加把支持他那些国家 尤其是英美 在也门 就是对 胡塞组织的据点发动攻势 其实我觉得之后会更加大件事 尤其是对于 我所住的西方国家 我觉得肯定有一天 会有个金的出来 不知有什么大事件孤狼的 好 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